好喔 我看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我分享個螢幕 小白你可能要分享螢幕喔 對對對我正在分享 有嗎 有看到了 有有有 好喔 好那我開始喔 嗨大家好我是AL 我今天分享的主題是 Go to London The Goods, The Bads and The Ugly 中文的話是 Drinky London 好的壞的 和那些不願願對的 嗯 有些一個長期的Dreambe參與者 去年剛搬到倫敦 然後跟加拿大朋友PACON 一起開設Dreambe倫敦這個社群 但Dreambe傳統是 你不能代表任何人 所以這不代表Dreambe台灣 也不代表Dreambe倫敦 是我個人在Dreambe倫敦 籌辦過程中的一些反思 有興趣的話可以看 那怎麼開始呢 應該說我一直都相信Dreambe 不該只是台灣的 它可以是世界的 所以 一開始覺得在倫敦這邊很奇怪 大家覺得Dreambe 社群 等於V台灣 專案 等於Police 這個工具 好 那去年11月的時候 剛好是Dreambe十周年 那我來接受一下Dreambe吧 但當時 曾經在2018年來台灣三個月的PACON 說 但參與不是你可以用講的 參與是別人用體驗的 我們應該要辦一個活動 然後Civic在Toronto 他們每週都有辦一個Civic Hike Night 那我們就用Civic Toronto請示範吧 我腦波弱就被推坑了 剛好有打到英國社會 一個現在很無力很挫折 這是英國女生寫的說 Come help us fix the country Yes you 這非常沒有人的精神就是 來幫我們一起拯救這個國家 沒錯就是你 地點是在一個類似西門町的地方 然後 呃 直接這樣子擺出來 但 一開始以為 理念很相似 但其實今天也鬼打牆的磨合 就即便他訪問了Dreambe十幾個人 他最後很挫折說 為什麼我不能讓他 用Civic在Toronto的方式 多很多那些都很完美 辦一場 我說不行 因為善用了Dreambe的名字 而且我的名字也放在這裡 舉例來說 我沒有辦法一個人介紹Dreambe 因為我沒有辦法代表Dreambe 所以最後是 每次活動開場就是 先講一次Dreambe宣言 Civic app Toronto 加拿大的部分 跟 呃我們兩個的共識的部分 那左邊是這個活動形式 就是會大家先聊天 然後每個晚上都邀請一個講者 20分鐘講者加Q&A 然後Break out group 是 大家可以提案 但是因為它是週間 每個禮拜的晚上 我們沒有正座每禮拜 沒有兩禮拜 那大家可以提案 一個半小時之後 去pop喝酒 那好的地方事情是 你想想看 在西門町那樣的場合 有個一樓的活動場地 然後直接把板子擺出去 然後邀請來個參與者 在街上話 然後旁邊路人想說這在幹嘛 然後大概每次 現在辦了12次 每次 大概20到30個人 然後大概會有一兩個人 就是那天不小心 掉入了這個網路 那也在倫敦我參加過的科劇 尼亞裡面 我們算是有很多的多元性別 跟很多背景 有警察有公務員 有工程師 也有服裝設計師 也有記者 然後媽媽 然後高中老師 這些都有 然後也非常的國際化跟在地 就是倫敦是國際大都會 所以很多人來去是 你想要做個專案 馬上就可以 找到來自世界各地的人 以及一趕再拍看 我們有超方便的說網址 就找東西很快 然後 以及跟我想 對我來說 跟倫敦最大很多科技 尼亞不同的地方是 Put your cams on on the laptop 把你的手放到筆電上 做了很多科技活動 不需要拿出筆電 那我最開心的事情是 從原本只有兩個人開始 變成7到8個人 一起當作 Coreignizer的仇辦 所以 12次 然後還拿到1000塊英鎊的 小額補助 但這就是壞的地方了 問題就來了 前面沒有搞定的事情 有錢之後 所有事情都變麻煩 誰可以用DreamV 倫敦的名字稱你錢 錢要怎麼暴漲 我說要收據 結果 被PiCon說 要收據是 不信任別人 所以我們不要收據 然後誰可以加入Coreignizer 為什麼不公開 然後以及 輸要另外一位長期的台灣 來自台灣的DreamV參與者 就說 為什麼不強調開人 這實在太 不是DreamV了 所以那這就是 前面一開始磨合的時候 不願面對 就變成 剛剛the good的地方說 氣氛有多好 那現在要講的事情 就有多ugly 嗯 嗯 大家可能有在slab看到說 嗯 我們第一次開口二奶會 就變七八個人 真的很開心 然後有個美國人就說 DreamV實在太酷了 太棒了 我回家之後也要弄一個 但是我有個問題 就是 我是一個美國白人 那我這樣會不會文化呢 我用台灣的東西 我就說 這應該跟你的膚色沒有關係 你不是台灣人沒有關係 當然DreamV要真的開放的參與 不能open wash 這樣才是博學大言這個文化 那 有56個回答 是因為 跟我一起開始的 他剛剛留言留了一句說 to be truly open we should apply open source 不過要真正的開放 我們不應該強調開源 或是要避免開源 嗯 他有他自己的講法 那我希望我不要取決他的話 懂英文的人可以去看他的原文 他覺得強迫 我的解釋 強迫開源會壓迫弱勢群體 非科技的人會覺得 啊這太複雜了 這怎麼辦 就是 我沒有辦法 這不是我剛來的地方 然後真正的開放應該要 涵容不開源的專案 我們這樣就排除了那些 不開源的人 以及再多很多沒有講開源 但最後專案還是開源了 但我想 52個回答裡面 很多回答我自己個人認知的總結 是 不是開源就不是居領域 而是明明白白實在 居領域宣言裡面 那 如果你不想要 強調開源 那就 沒有一定要用居領域的名字啊 其他形式也可以 但對我個人來說 開源很重要 是因為 這樣才能保障每個人的貢獻 不被補卸 今天在座的大家之所以 可以第一次來G&D黑客森 就相信這個陌生人可以一起合作 為什麼 因為你知道你的名字跟你的貢獻 會被明明白白寫在什麼地方 你知道你的智慧傳染權 會可以怎樣被利用 沒有這個 很麻煩 所以 事情如果是這樣反正就很簡單 拿出G&D宣言說 G&D就是要開源 不開源就不要叫G&D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這件事情被說成是台灣文化不是用於西方 然後用一個跨文化研究說 台灣人都很服從權威喔 所以因為這個文化差異 G&D.TW可以審問其他地區多少 我覺得 喂喂喂 等一下 大家都很禮貌的在說我們在堅持開源 絕對不再用台灣文化強迫任何人 而且最好笑的事情應該是 開源是西方來的概念吧 宣言也是 然後 西方各種統G&D 不就是說什麼Plural Thinking 現在最紅的要社群思考嗎 就是 怎麼可以說 喜歡G&D 用G&D的名字 但卻不能接受G&D社群對開源的堅持 和對開放性的持續比拼 那好險我們去中心化了 所以有更多元的 所以最後三月底的決議是 在我們決定是否 繼續使用G&D的名字之前 停止一切的活動 那 就是我們要真的面對 內部的權力結構 但那卻是我最在乎G&D的核心 不是做多少專案 不是黑客松 不是性別比多少 是開放和去中心化 不是拿來推荷責任的 如果我們經不起檢驗 我們有什麼資格 要求任何機構開放特責 那很像一個反貪腐的機構說 我們不要收據 所以反思就會是 我這個人很 不知道怎麼會搞成這樣 該怎麼辦 我是誰我在哪裡 就是 我不是參與G&D很久嗎 我不是到處跟人家講 G&D是一個開源的社群嗎 為什麼我可以接受這個社群 好幾個月 不講開源 所以 我就要接受這件事情 就是 我在倫敦是弱勢的一方 我身為一個年輕雅中女性 跟一個白人男性 身份在任何地方 大家就覺得她要in charge G&D她說得比較算 然後所以我先要談論這個權力結構 然後先談論治理 然後回歸社群 G&D台灣或G&D的人 覺得是什麼 心愛G&D就是要注意什麼 跟我真的很想 我真的很想做開放台語容 平等課則 我最討厭別人來跟 另外一個文化人說 我們是專家 所以應該這樣做事情 所以我不想這樣對英國人 所以最後回歸社群就是 那倫敦這個社群想要做什麼 他不是G&D沒關係 那今天騷操我跟阿姨說 我不知道我要怎麼講這個短講 他就說 你就做你自己啊 講你自己的反思就好 我就說 可是我現在也不知道自己是誰 然後阿姨就傳了這個 直接引爆我哭一點 就是攝影少女 呃 要找回自己的名字 那 對我來說的確做這個短講 CCRS是一個 找回自己的聲音的過程 我還是相信G&D 不管只是台灣人 它可以是世界 但可能之前做的不夠多的事情 是沒有那麼問各種不同的社群 說那大家怎樣可以一起做 所以 今天這個短講就是 來跟大家順便分享 然後希望可以繼續這樣討論 謝謝大家 好 小班時間控制得很好 非常剛好在時間內結束 非常謝謝小班 帶來非常精彩的分享 然後我覺得 謝謝大家 這個 這樣子的一個心路歷程 其實老實說 如果是長期在台灣參加 黑客什麼人 可能沒有辦法體會 然後或者是說 比較難體會到 遇到這樣的文化衝擊 所以就是非常感謝大家 然後也非常謝謝小班 我們帶來那麼精彩的分享 那也期待說 大家可以針對這樣的議題來做討論 好 那我們 我們短講的環節應該到這個階段就正式了告一段落 那等一下4點的時候會開始進行那個今天的成果發表 那請大家現在也可以回去 謝謝大家